勞動部的無薪價統計人數來囉 帶大家來看一下公司有2427家 這可是比上一期多了43家 而人數的話則是突破了18000人 這可是比上一期多了872人 好 那麼這麼多的公司跟人數當中 帶大家來看一下其中的製造業 製造業的話占了332家公司 比之前的時候多了11家 人數的話製造業是8037人 比之前的時候多了747人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些無薪價呢 帶大家舉兩個例子看看 一個的話那就是因為外銷訂單真的減少了 他們舉例有一家千人的橡膠化工廠 1000人當中就有600個人正在放無薪價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呢 舉例來講醫藥化工廠 原本的時候是有150個人正在放無薪價 後來因為訂單回穩 導致的無薪價提前結束 那麼來看一下勞動部 他們就說了製造業仍然會受到了大環境的牽動 無薪價的人數會持續波動 但是應該不至於暴增喔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呢 就是各行各業的無薪價人數喔 繼續創了2020年10月以來的新高 特別是什麼呢 特別是金屬基電業佔了4271人喔 資訊電子業1334人 化工業呢1314人 而民生工業的話呢 則是佔了1118人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